大概48小时之前 我决定把DJI的最新产品带到摩洛哥拍摄 48小时内 做好玩案 订好机票 说服三个朋友一起同行 48小时之后 我们从伦敦飞到了马拉克时 我猜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是摩洛哥的租车公司 他们的办公室就是这辆车 吓死我了 我以为这是我们要租的车 还好是这辆 OK 在开始这场road trip之前 请容苏我介绍一下 与我随行的三位男士 Charlie 导演 喜欢冲浪的阳光男孩 擅长和陌生人搭讪获取旅游信息 Troy 摄影师 外表冷酷 但是看到猫就会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对了 他则是一个米饭 Lewis 广告公司老板 闷骚的苏格兰人 会砍价 有商业头脑 对了 还有后半程加入的Ayoub 我的冲浪教练加Local Fixer 人好善良单纯可爱的摩洛哥小哥 OK 一起上路吧 OK guys Welcome to my room 这是我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的第一站 我们今天住在一个古城 叫做 叫什么什么来的 艾本哈渡 艾本哈渡 游年土搭建的小城 是权力游戏的拍摄地 进了一个洞穴里 把我背成了这样 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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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的名字是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 第一天晚上我就认识了这家商店的老板 他说要带我回家吃斋饭 但是路越走越远 越走越黑 我就一个人跑了回来 世界周梽 我也自责 магаз 我要回家 多想 경우에는 污兮 唯独 好,我现在要继续去找我回来,祝我好幸运 我的天,现在在摩洛哥是摘月啊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这是人中的热情 我走在路上本来只是想买条尾巾 然后他们所有人都请我回家吃饭 因为他们摘月嘛,只有等到太阳落了的时候才可以吃饭 所以说他们吃饭的时候也很开心 然后我刚刚才差点越过两个村子给人家回家了 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个夜路太晚了 我应该女性已经提醒了,还是稍微提下来了一点点 我今天装买这个地方的名字给记住 I BANDA DO,OK,不知道我的翻译一定不怎么样 Anyway,因为这个城市很小 然后是三百年前建的,所以说车也开不进来 车开不进来的话,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 其实在拍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从来没有骑过骆驼,然后我意识到一件事儿 走路的速度绝对比他们快 有一种穿越历史和时间的感觉 从来本哈度离开之后,我们有六个小时的时间开往冲阳小镇 In Swam 群种的摩洛波山羊 超级可爱 我跟这些英国人在一起,然后非常的不靠谱 然后现在把我开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然后跟我说还有三个小时零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 而且我们不知道今天晚上要住在哪里 对吧,Louis 你说对 对 而又打来电话告诉我们 今晚我们四个要share一时一厅的民宿 男孩们决定划拳决定谁睡沙发 就让你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飲饭游戏 你需要快速 给你们看一看 如果这三个人里面你们选一个人当对象 你们是会选择 这个人 还是 这个人 还是 这个人 1 2 3 10 1 2 3 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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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跟突尼斯也有点像 奇怪的小房子 还有海安县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主要是这个村里面有好多好到野狗 他们晚上一直在狂欢 感觉他们把自己当成狼了 现在男孩们去搞定冲浪板了 这个地方还有点冷 海水的温度不是很高 所以要穿着wet suit 才可以下水 天哪 为什么我总给自己写这种剧本 ok guys 我已经穿上我的wet suit 了 邵静祖在摩洛贝的冲浪里程 即将开始 所以我们都先过去 上午的冲浪部分结束了 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会接着再来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好啊 嘴唇发白了 这里没有太多人 然后 让感觉对初学者 还蛮宽容的 就还挺温和的 嘿 这是我的新朋友 Hatsang 欢迎 欢迎 And this is the best surfing coach ever in Morocco 一分过后 我们就和冲浪的小哥 Are you 以及饭馆老板好像成为了朋友 入落十分 他们带我们去一个风简直好的地方 看夕阳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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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委 MING PAO MING PAO 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隔壁镇改善一下伙食 对于一个酒鬼来说,我喜欢把朋友们都关醉 这个看起来像你 摩托克拉在摩托克,那是你应该做的 我喜欢摩托克拉 朋友们,我现在到了 另外一个海边,风好大 然后天空中都是风筝 不是仅仅飞风筝的那种风筝啊 是,跟着风筝一起上去,然后中浪了一点 开Surfing Day 所以说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在狂风中,沙滩上面,学习风筝冲浪,� 我只得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不过我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要是有机会的话,我想继续再学习一下 Hello everyone, this is my new look 现在我要去学一个新的技能啊 就是,骑满 在沙滩上骑满 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的摩托克之旅 五天,524小时 每个小时似乎都有特别多刺激的事情发生 而等一切疯狂结束之后 我们又回到了伦敦 在火车上看剧,回到了正常生活 我想这可能是我经历的最好的一次旅途之一 也请大家期待我们为DJI拍的大片吧 朋友们,下周见